为什么都要去做东侧呢 两个原因 第一是天寒地冻很容易冻坏车 尤其是电池 第二就是在低腐轴路面下 很容易让一个工程师去找到操控的极限 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去了一趟雅克什 中国最大的冬季测试场 这里我们开到了星际元ET 有关这台车的参数 我们把它打到屏幕上 它和它的姐妹车ES都是一样的 几个重点的信息和大家介绍一下 5米长的车只坐了5个座位 除了电板 它还会有一个增程版本的出现 在这里对它进行了6项重要的测试 雪地状态的附着力气数 MU大概等于0.3 那就是很容易打滑的 所以强大的动力在这里未必就是决胜的关键了 找来了两台对标车 一台是和价格相仿的特斯拉的Model Y 另外一台是尺寸相仿的特斯拉的Model X 两台车放在这里的时候 你就要看看它的相应的参数了 当然大家最重要的是看一下起步的那个瞬间 是不是轮胎马上就有一个打滑的动作 对每台车都不可避免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看这个打滑持续了多久 是不是马上就被电子系统管控下来 最后相应的成绩呢 我们把它打在屏幕上 制动这一台比一台Model Y有4米的优势 如果是比一台Model X那会有7-8米的优势 这个是如何达成的呢 我知道你看到的肯定是这套6泵的刹车卡钱 其实除了这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后方 它的IPB的系统 因为这台电车它没有了真空助力了 所以这个时候要用到更新的电子助力的方式 所以博士的这套IPB它的解决方案就是 用电来给你快速的建立制动的压力 所以它会来的更快 100毫米的时间就可以完全给你做到 当然我们要说明一下的是 它提供了19寸20寸以及21寸的轮胎 而我们在这里雪地采用的是专用的雪地轮胎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 ET装上原装的轮胎在干地的状态下 它的制动距离会怎么样 这个我们答应大家 等到开春了 我们一定和大家来干地测试一下它的制动距离 绕装绕来绕去 绕的全是车辆的底盘能力 比如像我们看到这台车呢 首先会有一套标配的CDC 再加上了一套空黄 其实你要去看它的悬挂结构 后面是一套多连感的 而前面的双插臂呢 甚至做了一个虚拟主销的设计 而且尤其一点 这台车的转向手感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这是一套来自奈士特的转向机 跟ES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套好的硬件结构已经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因为这是一套云台底盘 它在完成一个漂移动作的时候 它对于车身的姿态管理是来得非常快的 所以这套的底盘与CIC也是功不可没 都说电动车的控制要比油车来得快很多 确实是这样 你在这个雪坡上就看到了 两侧的抓力力不对称的时候 它利用电流就可以很快的调整出 轮胎的动作来 这是过去的油车根本做不到的 它比起过去几年推出的特斯拉 管控的都要更加精密 所以底盘这一套的功力在这里就能看出来 尤其是对于电机的管控 确实是来得非常快的 这里是空调系统的一个测试 来看30分钟的时间里 它能够有什么样的升温表现 那我们看一看 现在这个曲线是什么意思 一 二 三 就是三台车正在进行的一个升温实验 对 等它们升到20 30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看到三条线 从起点开始出发 开始像赛车一样 开始往上爬 有爬得快的 有爬得慢的 我们今天是以三个车就比谁快慢 这样的话曲线上最直接 然后我们后续可以再套路国标来评价 它们是否有不满足国标的情况 空调测试取了七个点 这七个点都比特斯拉要来得更强一些 其实你要知道特斯拉是最早用了一套八通阀的 它是热管理的一个鼻祖来的 所以按道理来说 特斯拉在这里应该做得非常强了 但是你要知道后面再上来的这些企业 比如像星期元的ET 它们把这些能力也快速的就补充起来 有必要说到一点 以前我们都是靠电阻丝 PTC来做加热的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大家都是用到一种热泵的技术 再用冷煤再去空气中 去把那些热量给你取回来放到车上 零下三十多度的天 它依然可以从外界取到热量 这就是技术的表现 去投一下 我把ET的三块电池和续合理设 直接给你打在屏幕上 这个确实是别人不知道的消息 这次非常有意思 我们在实验场里 遇到了华为最新的超充装 1000伏600安 480千瓦 我们完成了30到80的SOC的一次充电的过程 来看看它分别是用了多长的时间 800伏特点在这就可见一般了 你可以吃满它的电压 然后再利用电流来调节自己的功率 这样一来 你的充电的上限就会来得高很多了 我特别好奇的是 到了常温的状态下 它的最高充电功率能够达到多少 大家也可以猜一猜评论区里面 ET这台车确实是挺吸引人关注的 因为这么大的一台车子 它其实相当于像理想的一台L8了 五个座位 大大方方给做出了一个客厅的感觉 而且它除了是纯电的 还会有一个增程版 过完春节 我相信你就可以和大家深度的来测试这台车了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